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这个笔名来发表的针对美国在贸易战和对华为事件当中的 所谓的霸凌行为的一系列的评论 文章说呢 这一组的文章发表之后就引起了中国以及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并且把它和老九评就是中共当年在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之间 同样是发表在人民日报当中的九篇评论 当时是主要是论这个苏共这个一封公开信 将这个文章联系起来了 于是乎就称之为新的九评 其实呢 这个数量远不止九篇 从5月14号算起到6月11号 一共是发布了24篇评论 而且这个数字呢 肯定还会继续的增长下去 文章就说呢 老九评是当时这个所谓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中苏之间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修正主义之类的这个问题 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一次大的论战 其实质性呢 就是争夺当时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 谁才是老大的问题 而这一次的新九评呢 他无关领导权 也无关道路的问题 因为他批判的这个对象呢 是跟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啊 马克思主义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另外一套制度 另外一套制度下的一个国家 美国 而且呢 对华盛顿啊 对中共的这个舆论的反击呢 也没有像当年这个苏联那样 发表了一亿连串的有针对性的反反击 所以文章就说 这个新九评设计的这个话题 就比这个老九评要广泛的多了 比如说它涉及到贸易啊 技术啊 知识产权啊 人权啊 文明啊 等等 什么都谈 但是这个新九评的抑郁呢 就是向外界传达的这个意思呀 不外乎这么几点啊 这是邓玉文先生总结的 首先第一呢 就是向中国国内的民众 和这个中共党内的领导干部啊 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要摆证对这个贸易战的一个认识 要认清美国对中国党贸易战和围剿华为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呢 就是说推卸责任啊 把这个贸易谈判破裂的所有责任 全部都归咎到美国 归咎到华盛顿 第三啊 就是向这个中国内外啊 传递一个信息 特别是向美国表明这个中国不惧怕 打贸易战和技术战的决心 以此将华盛顿逼向谈判桌 那么第四呢 也就是说要告诉中国国内的民众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要做好过苦日子的这个思想准备 但是又要这个中国的民众啊 要相信在习近平的强力的领导之下 中国最终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因此呢 让他们不要妄自菲薄 要一定有必胜的信心 这是文章的这个邓宇文先生总结出来的四条 但是文章也说呢 总体来看 这个新的酒瓶啊 这个基调就是抨击美国的贸易战 抨击他们在这个当中的一些所谓的中国看来是霸凌的一些做法 其中这个寓意呢 无外乎从什么血战到底啊 什么这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呀 说完了 就是针对这个中国国内的民众啊 主要还是说给中国国内的民众来听的 这个邓宇文先生也对这个牌板问题做出了一些说明 他说人民日报里应该把这个放在头版头条 但是他并没有放进去 这就证明这样一篇评论 这个新的酒瓶发表在国际版 证明他的这个重要性呢 并不是向外界所传的那么的重要 那么的显著 另外文章说呢 如果新的酒瓶被外界认定是表达了北京 甚至是习近平 那么下一次的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啊 假如有的话 比如说这个G20啊 假如有的话 那么这个谈判的思想和路线呢 就会被他框定住 但是实际上中国谈判的代表团队呢 在下一次这个谈判当中啊 不大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强硬的表态 也不会被之前所提出的这些谈判的条件所约束住 因此呢 假如双方都强硬的话 即使下一次有这个谈判 也不可能达成什么协议 那文章呢 如果放在头盘头条 那这文章就死了 就把这个中共啊 给僵死了 所以他说 他说人是活的谈判代表呢 会根据这个变化 现场的这个新的进展啊 情况来进行调整 来进行一些谈判的策略的变化 那么这也正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啊 人民日报的这个新的酒瓶 他不放在头版头条 他要放在这个国际版来发布 这样一个微妙的区别 说白了 就是发在这个国际版呢 方便将来出尔反尔 所以就是说 他给这个谈判啊 包括最终达成这个协议啊 他留了很多的转移的挪移的空间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篇 发表在美国之音当中的一篇文章 这个题目就是 习近平展开访朝 对朝鲜的访问 美国中国朝鲜 又要再一次展开一场大的国际博弈了 那文章呢 首先啊 就说了这个习近平这一次去朝鲜 显然他的这个寓意 是为了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当中 跟川普的这个预设好的 当然不知道具体会不会有啊 预设好的这个川习会 为这个持久的这个贸易争端呢 能不能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协议 也就是说为这个贸易战画上一个节点 那文章首先呢 也引述了这个韩国 韩国大学的政治系的教授 金正稿 他的话就表示说呢 现在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很复杂 金正恩呢 已经四次的访问了中国 但是习近平呢 却从来没有去过朝鲜 所以习近平到访平壤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当然这个希望难道是真的民众的希望吗 也不见得啊 可能只是朝鲜的官方媒体所营造出来的某种希望 一种假象 好 这个文章又说呢 现在习近平啊 与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啊 也不得不依赖朝鲜 双方呢 都各有各的想法 那么在这个时刻 两国的立场啊 有了某种趋同的一种追求跟方向 所以呢 他们在目前来说 可能会在某些意象上 保持一定的一日性 另外这个金正稿说呢 美国现在啊 有几种声音 一种是这个川普的声音 就是把这个朝核问题的解决呢 当做了政绩 另外一个声音呢 就是这个保守派啊 他们对朝核问题就非常强硬 他也说呢 所以现在中国啊 也参与进来了 就使得这个问题呢 这个朝核问题啊 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另外这个文章也说呢 说川普对中国和朝鲜都在施压 这就逼迫这两个国家 哎 不得不相互的来加强联系 就成就了现在的所谓的中朝关系 这个文章还说啊 国际政治是保持矛盾的 矛盾越多 时间久了 也就解决了 当然 这就是这个评论员啊 这个金真稿先生 他自己的这个评判啊 接下来他还说呢 他说习近平也被中国老百姓评价 这看来这位先生可能不大了解中国的这个实证 就是这个习近平好像在中国 不论是习近平吧 就是其他的任何一届的中共的这个领导人 好像都不大需要这个老百姓的评价的 但是他们需要牢牢的控制住这个老百姓的情绪啊 在必要的时候煽动一下这个所谓的民族情绪 来帮助他们稳固他们的政权的同时呢 也在某种程度上啊来抵御外敌啊 但是他的文章当中也说 他说这个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啊 什么大国面貌啊 好像也是习近平的某种政绩 所以呢 他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的政治体制不一样 说这个老百姓过得去经济稳定 生活和平 这个周边国家的不稳定 对领导者来说就不太好了 首先要说这个周边国家的稳不稳定 对起码来说对中国来说吧 对中共来说吧 这个不稳定如果是影响他的政局的不稳定 那么对他来说是不好的 如果这个不稳定不影响他的政局 或者说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有利于他政局的这种统治和稳定的话 那对他来说未必不是很好的嘛 所以他就可以放之看之 比如说中国对他朝鲜就这样 好 在接下来这个文章当中呢 也引述了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的一番评论 这个吴强博士就说 这一次的访问 虽然名义上是为了庆祝 这个中朝建交70周年 是一个重大的国事访问 但是访问的安排呢 显得很仓促 而且也很短暂 这显然就是为了应对 G20前这个中美首脑谈判来做一个预热 或是做一些提前的准备 他说呢相信在过去的一个月 比如说习近平在俄罗斯跟普京见面啊 随后呢又出访了中亚三国呀 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是为了G20跟川普的见面 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多一些政治筹码 拉紧一下这个地缘政治问题来做准备 所以呢说白了 习近平还是希望在G20峰会上 能够有一个中共当局所预想的最大的收益 文章还说呢 从增加中国的筹码的角度来看 他也完全可能要求这个金正恩要更加的强硬 但是吴强先生他觉得习近平劝金正恩弃和 与川普取得妥协的可能性呢 要更大 说白了 也有某种声音说 这个习近平这一次去朝鲜 是为了川普完成政绩 看来这个吴先生这句话也对上这种观点了 那么接下来吴先生还说呢 用这种方式 国际对朝鲜的市场的经济的支持 来换得地缘政治相对平静的一段时期 这样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另外吴强还说呢 在中美关系处于紧张升级的状态之下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朝鲜半岛的问题就会被扯入到大国框架当中来 这是大国间的一场游戏 在这些问题上 朝鲜半岛和朝鲜的核问题 实在是中美关系当中不得不打的一张牌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张牌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 在这个时候都得打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一篇 前路面前 目前这个前路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未知 到底路在何方 可能各方也不是很明确 所以文章说呢 这就是因为一国两制这个 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 签下的这样一个本来就带着先天性硬伤的一个 所谓的不完整的协议 文章又说 香港公众对北京影响力不断扩大 充满了疑虑 那么这种影响的威胁到了司法的独立 言论的自由 以及公民的自由权利等等 而香港人的这些自由权利和这些所谓的抗争的一种意识呢 是中国大陆民众所没有的 所以文章说 北京官员支持香港政府备受争议的修例计划 而特首林郑月娥就被夹在中间了 他是进退两难 所以说这个贼船好上 但是上了之后呢 下来就难了 文章说这场冲突当中参与的各方还有哪些选项呢 那么接下来这个文章就列举了这么几个选项 首先说这个林郑月娥 不少人分析这个林郑月娥 期待她这个辞职下台 来坦诚自己在推动这个修例的过程当中 引发了这个灾难的局面 并且未死来承担这个责任 但是这个林郑月娥 星期二的时候公开道歉了 也承认了自己的这个做法不妥 但是她依然表示呢 她将做满五年的这个任期 但是作为北京任命的这个特首啊 这位仕途一帆风顺的官员 中共也不会让她下台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除了林郑月娥之外 还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呢 就是这个发起组织抗议的这个民主派团体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办呢 最近一两天香港的这个示威 虽然依然在继续 但是这个人数呢也是慢慢的在减少 当然在这个林郑月娥在香港当局 包括北京啊 对这个民众在这次游行当中所提出的 很多的这个呼声 并没有得到圆满的一个解释 一个解决 所以民众认为呢 他们还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这种抗议依然会继续 但是这个抗议最有可能会 再一次燃起一个高潮的时间呢 这个文章推测呀 可能会是在7月1号 会是在香港的这个主权交界的这个纪念日来爆发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文章又说 说林郑月娥在公众的压力之下 无限期的来延长这个修例 那么这个修例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当然可能性会变小 但是北京当局香港当局依然没有松口 没有撤回 也就是说这个修例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似的 不知道在哪一天突然之间他又会重提了 好 再来看一篇发表在世界日报当中的文章 说习近平遇到了完美的风暴 说让步未必是失败 文章说综合很多的因素 可以说中国崛起的顺路已经走到头了 今后呢 将是一连串的坎坷挑战的路途 习近平说呢 对中国的民众说 对中国的老百姓说 要准备过苦日子了 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不会像毛泽东的那个年代 但是这个困难呢 将会有增无减 文章说海外近期流传着中共高层内部的一个内斗的传闻 就把这个贸易战的僵局啊 还有香港的反送中的大示威啊 都归咎是因为上海帮啊 也就是按照这个江泽民 曾庆红等等啊 这个政治势力给习近平挖了个大坑 让习近平呢给跳了进去 文章说啊 事件的确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啊 正是北京的这个强势的这个操之过急 结果呢就使得结果是多其反 一步步的唤醒了香港人过去只重视赚钱的冷漠 如今呢普遍的这个政治觉醒了 不甘于被关进专制的鸟笼 广大的民众的这个士气啊 首次也削弱了习近平的铁腕强势的形象 文章说呢 对照习近平数月前向台湾倡议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啊 这个选情低迷的蔡英文 如今确实就像这个很多评论当中说的 捡起了香港的枪 对着中国大陆对着中共来猛扫 也横扫了这个他的政敌 蓝营的候选人韩国瑜郭台铭 都在面对如何解释和这个中共亲善 台湾如何和这个专制体制相容的新难题 另外文章还说呢 香港的情势也激发了台湾的民众空前的地方 提防中共也让蔡英文的选情的声势大震 习近平被迫成了一个超级助选员 文章还说呢 中共啊即将庆祝他们见证70周年 却内外事件不断 很难完全的怪罪于派系之间的挖坑 或者是美国的这个作梗 习近平他自己的高度集权和强势的作为 这个后遗症再次也得以血线了 就被逼对香港做出了大的让步 这也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文章还说呢 而今后类似的事件还会不断的发生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依照这个中共的加规和惯例的话 估计这个习近平之前不是修理 要要这个永远执政下去吗 估计如果处理不好 那毕竟这个中共啊 他姓共不姓习 所以呢 有可能会被某些政治势力 是吧 被中共党内的这个其他的政治势力给逼迫 被迫退休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发表在《美国之音》当中的一篇文章 说这个香港抗议使得习近平 面临了两难的境地 过去两周香港爆发的大规模的 反送中条例的市民抗议啊 使得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至今呢 也没有能够公开的表态 另外美国前驻华大使 温斯顿 就表示说香港的抗议使得习近平面临两难的困境 那么他还说呢 如果习近平退缩 他就选得很虚弱 他已经有一些反对者不大喜欢 他终身主席的这样一个控制权力了 他们可能会利用香港的这个问题 来迫使习近平做出某些退让 这个文章还说呢 说大规模的这个游行啊 也导致了这个台湾民众开始反对 就是前不久 中国所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解决方案 他们是越来越反感了 文章说呢 这也威胁到了香港 作为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因此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当中 就面临着两难的一个困境 到底是应该强硬的来面对这个香港的问题呢 还是应该退一步 目前这个习近平的选择 显然就是弃足保居 退一退 停一停歇一歇 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档这一期 梁骏说事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的梁骏说事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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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